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深深說 大觀社區沒有人權問題這種說法 來面對這樣子嚴重的迫切問題 我們更看到 過去高雄鐵路地下化 许许多多的 重劃案件 賴清德 在年底的時候到高雄剪彩 就無視當地嚴重的重劃 也是由行政院這邊來核定 來通過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不只是要來 告訴蘇貞昌院長 你今天的上任 要來解決 過去的破千爭議 要來解決 過去的施政問題 更是要來 在今天賴清德下台 在蘇貞昌上任的這一刻 來告訴行政院 別以為 過去錯誤的政策 以及錯誤的施政 和這些破千的問題 你賴清德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不用負責 不只是賴清德要負責 我們更要跟蘇貞昌院長講 我知道在十年前 蘇貞昌承認行政院長 在十年前 蘇貞昌是如何的來面對當時的破千議題 從樂山的問題 從南鐵的問題 到他當任台北縣長時 大觀社區的問題 種種的 過去的歷史 代表著蘇貞昌院長 今天是否 能夠來回應土地正義 其實是我們打一個大問號 土地跟房屋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商品 你可以把它拿來交易 你可以把它拿來賺錢 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大家都在強調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台灣充斥了很多土地的投機 但是站在我後面這一群人 他們對土地跟房屋 卻有著決然不同的看法 我們認為土地跟房屋 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園 土地跟房屋 是我們的基本的生存權 跟人格權的一部分 而這樣的觀點 在我們大法官 市至第四百號 市至第七百三十二號 市至第七百三十九號 三個大法官的視線文 都予以肯認 也就是土地跟房屋 是我們人民的基本人權 但是很不幸 過往的一個政府的一個統治 基於政治上的一個理由 基於財政上的理由 基於經濟成長的理由 我們都故意 主政者都故意把土地跟房屋 把它定義成只是一個商品 只是一個買賣的一個物件 所以我們非常輕易地就來剝奪我們人民的土地跟家庭 我們非常容易地就剝奪了他們的基本人權 而兩人權公約 我們已經開始施行了兩人權公約 我要跟各位媒體朋友 也麻煩你們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的兩人權公約已經進行第二次的國際人權審查委員會的審查 第二次的國際人權委員會的審查是在兩年前 兩年前的一月二十號 所有的結論總共是79點 79點 其中寫最多的 寫最多寫到9點 就是站在我後面的土地徵收 市地重劃 都市更新 還有非正規住區的迫切 非正規住區的迫切 他們的共同結論 就是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現在所執行的土地徵收 市地重化 都市更新 非正規住區的迫切 都嚴重抵觸 國際人權公約 當天 蔡英文總統 在總統府的二樓 設宴款待他們 感謝他們 然後歡送他們離開台灣 蔡英文總統 在那一天 面對國際人權審查委員會的十位 人權委員專家 他公開的跟他們承諾 他們的結論 絕對會是 我們國家 人權實行的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 兩年來 我們的地板在哪裡 兩年來 在民進黨政府主政之下 我們看不到這個地板 這個地板 對我們而言 是遙遙不可及 這個地板是遙遙不可及 我們已經被打下地下的十方車了 賴清德這個人的為人到底是怎麼樣 他今天表面好像說 是為了怎麼負責啊 來做總辭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非常非常清楚 這後面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政治目的 他就是要選總統 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總是說一套做一套 比如說 從前他當台南市長的時候呢 他就跟我們講說 這件事情是行政院他們決定的 他沒有辦法就來更改這個計畫 但是同時他又對媒體 當時又對媒體講說 這件事他可以完完全全拍拍定案 但是後來他當行政院長了呢 他有願意要來面對這件事情嗎 沒有 那對於蘇貞昌院長呢 老實講我們也沒什麼期待 因為呢 從前南提案呢 也曾經跟蘇貞昌院長去陳情過 那時候他是黨主席 結果我們陳情者呢 被他的隨乎壓在地上打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政府 一直在對外面的人講說 哦 這些土地徵收 這些重劃呢 呃 有他們的目的 可以增進什麼 呃 那個社會福祉公共利益啊 諸如此類的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這個政府一手去掠奪老百姓的土地 告訴媒體說 告訴公眾說 這個政府可以對這些土地做更有效的利用 但是理務方面呢 他們卻把大批的公有土地呢 釋放給財團 然後這時候又對公眾講說 哦 因為這些財團呢 他們可以做更好的土地的利用 所以算起來基本上面就是 他們掠奪一般老百姓的土地 然後呢 轉一手之後呢 再把它交給財團 我要感謝的就是 美女給我多活兩年的時間 那麼我們也努力了為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奮鬥 保護他們的居住 保護他們的土地 但是 兩年來 有沒有結果 你們知道有沒有結果 沒有 沒有 我們一直期待 民進黨上台之後有所改變 但到現在沒有改變 你已經翻一半了 你還要繼續讓他翻嗎 還有 我們台中市長的盧秀燕 給你機會 你上台第一槍 就開向黎明耀眼 今天站在行政院前面的這些人 只是台灣 迫害的小小的一些人 我們比別人 更有勇氣一點點 敢站在這裡 上萬的人民 不敢吞聲 我告訴各位 我們不只不會吞下去 要告訴政府 一定會用上面來對抗 如果今天 一定要像 大普安 張耀房 張大哥一樣 上市的生命 才可以 重建回來 那麼 各位 你即將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我希望各媒體 能夠掌握 我在這裡 跟大家告別 即將會離開你們 因為這塊土地 我們已經生活不下去了 最後最後 我們再呼籲 現在已經在交接典禮裡面 蘇貞昌院長 你今天如果要接地氣的話 就好好來請聽人民的聲音 就好好來解決這些破險問題 解決讓人民流離失所這些制度 以及政策